你能相信曾经的特朗普也是个一见钟情的羞涩大伯伟吗 在和第一任妻子伊凡娜相遇时 她在灰暗的酒吧灯光中一眼就看上了伊凡娜 如果说她是图人家的身材和美貌 那伊凡娜徒弟就是她富二代的名气和才气 伊凡娜家庭普通 她刚出生时是个体肉多病的小女孩 反而野心大于一切 为了金钱诠释 她不断地将婚姻和男人作为跳板 最后竟也真的功成名就 和小鲜肉们安度了晚年 就这样一个将野心挂在脸上的女人 却能将特朗普迷得颠三倒四 哪怕如今两人都离婚几十年了 提起伊凡娜 特朗普还是竖起大拇指的夸人家非常漂亮 非常不一般 马尔科姆福布斯在评价特朗普时也曾这样说过 特朗普最伟大的成就 并非高耸的特朗普大厦 也不是灯红酒绿的特朗普赌场 亦非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 而是伊凡娜 这女人究竟有什么能耐 与夫之术为何如此了得 看完她的经历 我等普洛大众只能感慨一句 和野心匹配的美貌才是真的无敌 伊凡娜和第一任丈夫结婚 是为了拿到加拿大国籍 走出自己贫困的捷克小镇 当然这个人也不是随便选的 能入他眼的自然也不是等先之辈 他两岁滑雪 19岁进入捷克奥运国家队 原本未来可期 但是捷克不幸遇上了布拉格之春 这场改革运动很快由经济领域 扩大到政治领域 以苏联为首的华越五国 对捷克采取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 战争和变革的入侵 使得捷克乌烟瘴气 伊凡娜为了安顶选择婚姻移民 但在这之前 他先去考了心理学 以及语言学的硕士学位 学成之后 他遇上了个合适人选 之后一切如他所愿 顺利移民 要说两人在加拿大经营着一家运动器材馆 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可伊凡娜却不敢陷入舒适区 他敢于挑战自我 毛着25岁的高龄和已婚风险 跻身了模特行业 或许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进入模特圈不久 伊凡娜的名声 便传遍了加拿大模特圈 眼界高了之后 他更看不上 平平无奇卖器材的丈夫了 为了以后大展拳脚的时候 不受束缚 但一脚踢开了第一任丈夫 这段婚姻只维系了两年 离婚后 他借着走秀的机会 从加拿大只身来到了纽约 工作之余 就和朋友们进出一些高档场所 比如曼哈顿高级单身酒吧 在这里他遇上了特朗普 特朗普对他一见钟情 当时的他虽然不是总统 但也是个腰长万贯的富二代 伊凡娜顺势同怀送报 在纽约找得依靠也未尝不可 两人相恋九个月就结婚了 虽然特朗普有钱 但是伊凡娜的野心 也不允许他就当个阔太太 他问特朗普要向人 两人一起开创了 纽约标志性的建筑和城市版图 比如亚特兰大的泰基马哈赌场 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楼等等 在他经营集团的十年里 特朗普向坐上了火箭寺的一飞冲天 成为了亿万级地产富豪 夫妻俩打扮得光鲜亮丽 活跃在纽约的名利场上 大家都羡慕特朗普有个好媳妇 聪明 漂亮 难干 伊凡娜也在这些名流公围中 地位咔咔上升 金钱 地位 事业都到手后 伊凡娜为特朗普生下了三个孩子 本来一切都幸福稳定 但他却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婚了 特朗普一生风流 年轻时是个发蛋 喜欢的不是长腿名膜 就是金发的明星 就算当上了总统 也不敢习惯 总爱点赞身材火辣的美女硬死 他爱美女 几乎人尽皆知 这种毫不遮挡的直率性格 让他身边阴阴厌厌飞不止 有胆大的情人 甚至直接找上了特朗普的发妻伊凡娜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伊凡娜 你好 我是你老公的情人 他是佐治亚州选美冠军 马拉·梅普尔斯 足足比伊凡娜小了14岁 面对年轻美人的公然挑衅 伊凡娜不哭不闹 去找特朗普摊牌 他张嘴第一句话不是质问 而是离婚 他让特朗普给他离婚费 他可以转头就走 可他要的特朗普不想给 于是伊凡娜将丑闻曝光 在媒体的宣传下 特朗普出轨几乎人尽皆知 伊凡娜找律师打官司 不惧不躁地跟特朗普耗了13个月 最后他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和每年65万美元的上远费 以作拥有45个房间的豪宅 特朗普广场的一套公寓 以及每年马拉拉哥豪宅的 一个月使用权 并且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也全都归他 特朗普花天假离婚婚 将情人梅普尔斯取进了门 可这女人能从万千蝴蝶中成功上位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特朗普自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刚开始是拒绝的 但是梅普尔斯用生命 煮成熟饭的方式来绑架了特朗普 特朗普不想要孩子 可无奈他已经迈入了政坛 前妻于是让他名声大算 此时他只想息事宁人 不想再出什么幺蛾子 这个梅普尔斯和特朗普有一点相似 那就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低调 每天除了买买买 只是开party 还故意拉着特朗普在媒体面前炫耀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小三上位 在大家都为伊凡娜打包不平时 伊凡娜倒是过得自在 他忙着用特朗普的名号出书 演电影 做品牌 以及泡小鲜肉 特朗普当总统 他就趁机出书抚养特朗普 讲述他的成长经历 以及早年与特朗普一起抚养孩子的经历 特朗普结婚 他也再婚 而且再婚次数还要比特朗普多 喜欢就结 不喜欢就离 小鲜肉也爱过 有钱富商也体验过 日子过得内饰滋润无比 相比之下 特朗普这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梅普尔斯在和他结婚后 挥霍无度不说 还出轨了自己的保镖 要命的是 这一等丑闻还被狗仔拍到了 他们将梅普尔斯与川普保镖 互相依偎的亲密举止 喧发得沸沸扬扬 这之后呢 特朗普终于有了正经理由说离婚 他快刀斩乱麻的 仅用了寥寥一百万美元 就将他们母女俩扫地出门了 而且还不顾情面的找媒体 大肆攻击梅普尔斯 搞得梅普尔斯身败名利 到现在都没敢有恋情传出 真是可惜了这一张好看的脸蛋 但如果你以为特朗普离婚 仅是因为受不了绿帽 可就大错都错了 特朗普是夜店常客 混在模特堆里夜夜升歌 和梅普尔斯早就是形式婚姻了 这一次痛快离婚 只是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人 但这个人可跟前两人都不同 特朗普有多早媳妇嫌弃 他这边西装隔离地下飞机 那边讨好转地跟梅拉尼亚搭话 中间还时不时地伸出自己的小手 试图牵媳妇的先亲御手 但梅拉尼亚全程一声不吭 还极度厌恶地把特朗普的手甩开 不过镜头只死死地握着 自己的爱马仕搏金包 为缓解尴尬 特朗普只能独自挥手 并顺利拍了拍媳妇的肩膀 却已经不是梅拉尼亚 第一次无情拒绝特朗普了 几乎每一次在公众面前 特朗普都是吃闭门羹的那一个 而梅拉尼亚之所以对特朗普 这么不屑一顾 那都是有缘故的 特朗普在还没和第二任媳妇 离婚的时候就勾三搭四 在俱乐部带着女友 也没耽误对梅拉尼亚的一见钟情 女友这边起身去厕所 那边她就问梅拉尼亚索要电话号码 虽然梅拉尼亚没有拒绝 但是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有人问她 如果特朗普没钱 你还会和她在一起吗 梅拉尼亚则反问道 如果我不漂亮 她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好一个各取所需 不卑不亢 但特朗普给她的她就要 不给她的她从不强求 不过就算特朗普不给 她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她借着特朗普在模特儿结婚的 风声水起呼说 将青春饭吃得明明白白 就这样谈了几年之后 这两人居然真的结婚了 此时特朗普五十多岁 她大的女儿伊万卡的年龄 已经和梅拉尼亚不相上下了 伊万卡是个有野心的 甚至传言是要做女总统的 如果有个爱吹枕边风的后妈 那日子怕是要击费狗跳 所谓梅拉尼亚形势低调 不争不强 这样的后妈 伊万卡不足为惧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反对意见 婚后 梅拉尼亚理所应当地成了第一夫人 但她和别人不一样 她不热衷于慈善和社交 不刻意拉拢明星 也不为总统这样子站台 只和最重要 最值得信任的人打交道 她甚少参与正事 极少参加电视或只没采访 一心扑在儿子身上 特朗普就职典礼完了之后 她就该随特朗普搬进白宫了 但是为了陪孩子在曼哈顿完成学业 她迟迟去玩了五个月 哪怕特朗普发气烦那挑衅 特朗普发气 第一夫人应该是她的 梅拉尼亚也无信舆论 爱咋咋地 不光对儿子敬心 她对身边人都不错 她向来非常照顾员工 很多内务都亲力亲为 在白宫的口碑非常好 这又让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无尽放心 但同时夫妻俩的感情 也就just so so了 按照梅拉尼亚的脾气 虽然可以不管特朗普在外胡作非为 但也绝不会委屈了自己 所以媳妇为啥不牵手说 心里门儿清的特朗普 还是别勉强了 狂把自己当公众笑料 那个还行 推不牵手啊 是国家当公众笑 Fi 也许是国家当公众笑详的总统广 也许是海外子不相当公众笑课的有一种品状异着呢? 感谢观看